此季在土耳其的先遣团 堪灾行程马不停蹄 一早从哈泰一省 驱车前往距离100多公里外的 奥斯曼尼野省 花了大约40分钟车程 先遣团第一个来到的省困 是奥斯曼尼野省 我来到这里先跟阿法住个联系之后 发现这里登记了25个帐篷区 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帐篷 总共有380个帐篷 里面居住了2000多人 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的 NGO团体已经进驻 慈季也在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由于灾区范围大 土耳其灾难应变总署 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但他们表示 已经先帮慈季做了震灾的登记 未来不管志工要从哪个省 开始做发放 速度都能快一些 因为它一个国家的救灾系统 基本上它是有一定的 离灾区越远它越有秩序 越接近灾区越混乱 所以我们刚开始进入的时候 虽然是个轻的灾区 但是可以了解它整个的心目 所以我们要选一个 最适合我们能够发放 然后也能够有最大量军民 能够帮助到最多数的灾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在 找这样子一个地点 在奥斯曼尼耶省完成拜会后 此季先遣团也将继续前往 加基安泰普省及卡利斯省 期许政府单位谈好合作细节 让受灾居民能尽快拿到 来自全球的爱心 大爱新闻杨锦惠 邓志明 土耳其报道 土耳其双 土耳其双